《寄生上流》 他是导演用非常幽默 喜趣 但是又略帶諷刺跟驚悚的角度 来探讨阶级问题 幽默 好笑 惊悚 三个元说在一起 还有諷刺 所以我可能上一分钟 我看了还在笑 下一分钟我就哭了 真的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导演 他在这部片电影上的故事上 花了真的非常多的心血在上面 所以你在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 你的情绪转折其实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真的不能讲太多 因为实际上它不是像 刚刚提到的那种灵异地流感 它是最后结局一个大twist 但是它中间有很多细节 你在看的过程中 就像玛丽刚刚提到 你可能上一秒在笑 然后下一秒你就会突然觉得 整个气氛都不太一样 那我好奇看完《寄生上流》 是会觉得人生有希望的吗 这个我觉得每个人看完的感受都不一样 它会诱发你心中的那个阳光积极面 跟黑暗邪恶面 每个人看完感受其实会有一点不大一样 我觉得就像刚刚就是神鬼猎人导演 那个讲的 它其实不是用一个批判的方式 去讲这个故事 它反而是用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角度 去陈述了一个它 虽然是虚构出来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你看每个观众看完 你都会去特别想说 我从这个故事得到了什么 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聊就是先透露了这么一点点 那究竟这个电影是一个怎么样的影像风格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电影预告 所以这部片《寄生上流》 寄生这两个字是关键字是不是 非常关键 因为其实寄生我们就字面上解读 它是我要依附在某一个事情上面 依附它的存在而存在 确实在这部电影里面 它讲的是宋康浩跟李善君这两位影帝的家庭 各是上流跟比较边缘 社会边缘 社会低阶层 社会底层的两个家庭 其实从预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上流社会的人他就是住在豪宅 但是宋康浩他这种比较底层的边缘人 他甚至不是住在一楼 他是住在一楼跟B1中间 半地下室 B1半地下室 所以预告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家里 两个房子的对比跟价值观的对比 刚预告里面有看到一句很有趣 那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就是宋康浩讲了一句话说 如果首尔大学有伪造文书系 那该有多好 其实刚Chris讲的心理的纠结 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句话我觉得很好笑 但其实你仔细去想 它是一个很心酸的话 表示这个人的价值观到底有多偏差 那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导致它的价值观变成这个样 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刚我们小林有讲到了 就是透过两个家庭一个上流的豪宅 它是那个街厅一步一步一步走上去到他们家里 在半山腰上面代表了一个高度 而另外一个比较底层的家庭 他们家甚至住的就是 是低下低下低下 就是已经快要到地下室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这样的一个家庭 他们在价值观上面跟节操上面的扭曲 会其实是不是就体现了 其实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时候 其实有些人的无奈 他们或许不是故意 但是他就是无奈的 他必须要去面对跟在讨生活当中 必须要有的妥协 我觉得那个无奈就是可能刚刚小林找到那句台词 就是他的这个伪造文书 这其实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但是在那个家庭或是在那个父亲的眼中 他可能会想说要是这件事情是一个正当的 是一个被大家接受的行为 那该有多好 或是他是一个学系 你可以在大学教书念的东西有多好 那当然这是不对 但我觉得这句话多少传递出 他在社会底层 然后不得志的那种无奈 其实他好像是一个玩笑话 那你仔细去想 仔细去思考 真的会蛮伤心的 怎么办 心情变得好不好 不会啦 很大耶 好难过 可是我们讲的都是比较 因为现在预告看到的是属于 宋康浩这个家庭为出发的方向的故事 但其实电影里面有非常多的元素 是在描述我们不知道的上流社会